哈囉,大家好,我是士誠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必勝客 最近新推出的黃金臭豆腐披薩 究竟這樣的味道搭起來合不合理 好不好吃呢? 還是味道很一般 秉持著公平的心態來評測今天的這個商品 接著呢,我們就來拿出我們的披薩 這一盒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先放旁邊 大家可以看到必勝客的披薩 來開箱囉 目前它盒子完整的包裝是沒有聞到任何臭豆腐的味道 這一次呢,必勝客將台灣人氣的臭豆腐結合西式的披薩 會不會爆出什麼不一樣的火花呢? 我現在自己還蠻好奇究竟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打開給大家看吧 我先自己偷看一下,看有沒有移味 這太扯了 讓你們看一下 感覺很好吃耶 首先看到這個披薩滿滿的臭豆腐 加上台式泡菜 還有紐西蘭的莫扎瑞拉的起司 從第一眼感官上 看起來是有一種讓人覺得很衝擊的感覺 但是實際吃起來味道不知道是如何 那如果本身你很喜歡吃台式泡菜的朋友 可以再另外加價 泡菜的量就會比較多 那我先近距離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沒有再另外添購泡菜的量大概有多少 好,怕它整個掉出來 剛好今天要買披薩 我也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中間這一個 有點像冰刺符號的這一個 究竟到底是在幹嘛的 因為在我還不知道解答之前 我一直很納悶 它不能當刀子也不能當叉子 那它到底是在幹嘛用的呢? 最主要的目的是 防止披薩壓到 因為這個通常是放在最中間 如果蓋子蓋起來的話 不論你怎麼擠壓 就是會剛好壓在那個上面 防止直接壓到披薩的內餡 目前必勝客推出這個 黃金臭豆腐披薩 尺寸只有單一尺寸 沒有分大小 也沒有任何餅皮可以做選擇 這樣的價錢是329 再往後必勝客還會再出一個 榴槤披薩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買來評測開箱 因為我自己不是說特別喜歡吃榴槤 我先近距離跟大家介紹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這個醬汁 它是一個蒜蓉醬 台式的蒜蓉醬 加上紐西蘭的莫札瑞拉起司 就是有一種很大的衝擊 但是實際吃起來的味道 我還不知道 我又回來我的位子 那趁我還沒有開動之前 我就先來數一下 這個披薩 臭豆腐大概有幾塊 20塊 我一直沾到蒜蓉醬 我們就一步一步慢慢來 先來吃它的臭豆腐本身的味道 是不是跟外面所賣的一樣 那麼酥脆呢 如果是以必勝客來說的話 這樣的程度算是在中等 以上一點點 那如果要跟外面臭豆腐專賣店相比的話 當然並沒有那麼酥脆 必勝客主要販賣是披薩 並不是臭豆腐 但是他們所呈現的這樣臭豆腐 我覺得還算及格的 接下來就來吃他們的泡菜 如果光看泡菜的話 量確實是有點少一點 口感上都還算及格 在臭豆腐的部分 有一點點稍微偏乾 但是也不會到 讓你很口渴的那種乾的程度 因為畢竟 必勝客他們是專賣披薩 他們並不是在賣臭豆腐 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這也不是他們的專業 不過如果是單獨 臭豆腐跟台式泡菜 這樣吃起來的話 他們是還算及格的 不會到太差太難吃 接下來就來進行我們 神聖的評測時間 還行 故事呢 有了戲劇性的變化 整體吃起來 因為麵包本身就是乾的 然後再加上它的臭豆腐 本身也是有點算偏乾 所以兩者搭起來 就會非常的難吞咽 是算好吃的 但是你如果吃個兩三塊 就是很膩的味道 偏乾 可能我的味覺 跟大家也不太一樣 所以就僅供參考 這是他們披薩上面泡菜的量 確實是沒有很多的 它是這麼厚的麵包餅皮 那我這邊呢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個人的心得啦 當作是給他們的建議 好了要開始囉 第一個呢 建議就是希望 必勝客再往後可以推出 比較薄一點的餅皮 或者是薄皮脆片的那種餅皮 再搭配黃金臭豆腐 這樣應該口味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臭豆腐本身 它就是屬於豆類 比較容易脹氣的東西 再加上這麼厚的披薩皮 很容易飽 而且臭豆腐本身就是偏乾 兩者加起來更乾 令人沒辦法再吃第三塊 第四塊的那一種 也希望可以推出個人的小披薩 四片的或者是二到三人的那種披薩 因為像我們這種比較邊緣沒有朋友的 如果要自己一個人點這麼大一個披薩 這可能我明天的早餐 中餐 午餐 後天的早餐 我都省起來了 所以希望再往後可以再研發 份量比較小一點的啦 大致上就這樣 所以這以上都是我自己個人的心得 你們看完這一支影片 再決定要不要去買來吃 它是一個可以長鮮啦 但是可能需要比較多人 因為像我自己一個人點這一塊 我吃個兩天我就沒辦法了 真的太撐了 這邊也吃得差不多 所以我先稍微把這邊收拾一下 跟大家介紹下一個東西 接下來呢大家有看到這一個嗎 這一個也是必勝客的 法式草莓半熟起司塔 哇 我傻眼 沒關係我先跟大家介紹 然後我還有另外加過這個必勝客的 法式草莓半熟起司塔 據說這咬下第一口 會在口中爆開 就是會在嘴巴有一場戰爭之類的啦 外觀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的漂亮捨不得吃 那這一個巧克力呢是使用 Hershus好食巧克力的巧克力塔皮 所以呢光是這一顆可能熱量就是很嚇人 不要去酸 有巧克力有草莓 還有爆漿的起司 不管了先吃再說 吃不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我白眼的原因 在必勝客的官網上面的圖片 看起來就是咬下去起司流出來的感覺 完全不會流 好啦不管 就先來評測它的味道吧 吃下去呢草莓有點酸酸甜甜的 再搭上外面的巧克力餅皮 這樣的味蕾確實是還不錯 我是沒有吃到很濃郁的起司味道啦 然後呢這一顆售價單點49塊 價格偏高呢還是你們覺得合理 就因人而異啦 然後很口渴 好啦我再回來我的本位 今天這支影片最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 必勝客在最近新推出的黃金臭豆腐披薩 今天影片所評測的內容 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還是可以買來吃買來嘗試 但是真的衷心建議 要四五個五六個朋友 一起吃這個披薩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在下面幫我按喜歡 如果你想要看好其他更多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面幫我按訂閱 並追蹤的頻道 我會不定時發布新的影片給大家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你們 我愛你們拜拜 好了我真的不吃了 好膩喔 好了我裝好了 我現在要下去樓下 看我遇到誰我就給誰 可能好鄰居啊 或者是超商的店員啊 或者是路人 我要出門了 掰啦 那這給你們吃 那個畢生客的新的披薩 超多